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裡是DA實況台的實況主DA 那麼有鑒於呢 TwitchTV將在9月1號 開啟一個新的實況相關規定 那麼為了能夠方便大家 更簡單 那麼更輕鬆的去符合Twitch的實況規定 那麼我們就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教學 告訴各位 Twitch將會如何改變它們的實況設定方式 以及在用OBS朋友的朋友 那麼如何設定來達到它們的要求 那麼首先呢 當我們打開OBS的時候 請注意上方有個設定 按下去 那麼裡面有個設定 再點開來 好的 那麼首先我們移動到編碼的地方 進入編碼之後 在左邊的使用CBR固定位元素率 請將它打勾 右邊的請用CBR填補 也請將它打勾 這兩個地方請勾起來 再來 最大位元素率的部分 這個地方並不需要特意的更改 也就是維持我們原本的設定即可 不過如果有些實況主 就是可能會跑不同的遊戲 像是有時會跑比較低流量的RPG製作大師 或者是一些模擬器的遊戲 那有時候又會跑一些PS3或是電腦上一些高流量的遊戲的話 那麼我就會建議將它分開兩種設定 比如說低流量的遊戲我們可以將它設定在1000 那麼高流量的遊戲我們可以將它設定在2000 那麼這樣子就會讓觀看的觀眾們不會那麼吃力 那麼編碼的部分請選擇AAC 稅圓位元素率請選擇128 接下來移動到進階的部分 進入間接之後呢 請把這裡在影像的部分 關鍵影格間隔請選擇2 原本它的預設是0自動 我們將它手動改成2 那麼在使用CFR固定畫格素率的地方請加上打勾 好的一切就完成了 就是這麼的簡單 就是這麼的輕鬆 也就是一個勾 設定成2 編碼的一個勾 兩個勾 結束 那麼這時候請按下套用或者是確定 那麼就可以開始你們的實況了 那麼如何檢查自己是不是符合Twitch的相關規定呢 那麼在開始串流 也就是按下去之後呢 請進到Twitch 那麼請進入我們的儀表版的部分 那因為我的是英文介面 那就是Dashboard 如果是中文的話就是儀表版 也可以在各個地方找到 那麼進入儀表版呢 之後呢 當你開始實況請注意喔 必須要開始實況 你開始實況之後請進到這個頁面 那麼重新整理之後呢 或者是你進到這個頁面的時候 這裡它的String Configuration Quality 就會告訴你說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那麼最佳狀況是綠色的Excellent 如果你顯示出了綠色的Excellent 就代表說 你的實況狀況一切完好 可以在手機以及行動通訊上播放 各位觀眾也可以看到你的畫面 那麼如果是黃色的Acceptable 代表說 觀眾們可以在你的台上看到你的實況 可是可能在手機或者是 手機行動裝置或者是其他的電玩部分 就沒有那麼的方便 那麼如果是Minimal 代表的話只符合最低的規則 那麼在9月1號之後呢 可能觀眾就沒有辦法觀看到你的實況 那麼如果照著我們剛剛這邊的設定完成之後呢 這邊至少會出現黃色的Acceptable 那麼如果你的網路傳輸量比較穩定 那官方並沒有偵測到上上下下的網路量的話 就是一下高一下低的網路量 通常就會有綠色的Excellent出現 也就是照著這樣的設定呢 各位將就可以符合了 9月1號開始Twitch的新的直播需求 那麼希望我們這個視頻 啊不應該說這個這段影片 這段視頻有幫助到大家 那麼如果之後各位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麼非常歡迎提出 在下面提出我會盡量幫大家解答 好 謝謝各位 那有機會再見囉 掰掰